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下的算子 分别是Repartition,Collex,PartitionBand,Repartition andSortWade,Partitions 那么大家如果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人的Q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再介绍一个分区算子 叫Collex,Collex 那Collex和Repartition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Collex Collex算子呢 也可以对RDD进行重新分区 重新分区啊 但是呢需要注意啊 这个分区啊只能 记得啊,只能是小于 原有分区的 分区的值啊 记得啊,只能是小于啊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Collex啊 是不会进行suffer的 所以这里它如果比原有的这个分区大 它不会给你重新计算的啊 它不会进行suffer计算 所以呢,这里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小效果啊 假如说我通过这个VL RDD 1下方线2 等于当前RDD1 .Collex 然后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给个值啊 看好,懂吗 这里只能给个值啊 这个给大家看到啊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给一个分区数 假如说这个分区数给我 OK 那这里这个位置看好了啊 这个位置给了5 那给完5之后 此时我们print它一下 那这里RDD 咱们算一下啊 这个RDD啊 通过Collex啊 这个Collex C-O-A-L-E-S-C-E 算子 调整 分区后的分区数 冒号加 咱们RDD1 下方线2 点partition 是点lens 点lens 小号分号啊 OK 那此时这里 我们可以先看这个资讯效果啊 找你资讯哦 好 好 同学们看啊 我们上面这个repartition的时候 是不是分区数给改成5了 对吧 但是咱们的Collex这个顺子的时候 大家看啊 哎 分区数还是3 为什么呢 记住 因为它不会进行suffer 默认是不会suffer的 记得啊 默认 默 这个默 默认是不会啊 进行suffer 的 所以呢 不能这个修改 比原有分区数大 但是呢 我们可以改小 例如假如我把这分区数改成2 这回我不是5了 改成2了啊 这时候咱们再自行 你看 这分区数是不是就变了 变成2了 对吧 那OK 那我们的Collex算子 也到这里 对吧